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 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可以有效贪薄 制造业的采购成本 研发成本 销售成本 物流成本 固定资产投资成本 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那么这些成本的下降 使得中国现在人口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逐渐淡化 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 但是这六种规模效应下产生的制造业成本的下降 使得中国的制造 比国际同类产品平均要低30%到40%的成本 就形成了新的竞争力 对于的片子 主持得与与换下集的项目